是不是YouTube鬼才阿水 他爆料指出挺科粉砖姚文子的日记管理员 竟然是中国职业学生 贴文艺术网友纷纷直呼着中国小粉红 怎么来装成科粉呢 好这位YouTube鬼才阿水就在昨天在脸书上发文 揭露挺科粉砖的管理员 两言在北京两言在澳门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介入台湾的蓝绿之争 评论台湾的时政干预选战 以及要扶持特定的亲中候选员 来制造一个亲中反台的声量 而YouTube鬼才阿水指出 这粉砖的核心管理员之一 也就是在澳门年研究所的这位吴姓同学 在发现已经被人知晓 粉砖里面有中国成员之后 吴同学似乎想要当的是污点阵人 就把爆料的这位YouTube 拉进了该粉砖的编辑群 所以进一步呢 他才能够掌握后台的一些的关键证据 另外一位管理员 则是在北京求学的中国级罗姓学生 他同时间是经营了好几个社团还有粉砖 专门的任务就是要引起来绿之间的纷争来制造分化 那么粉砖管理者吴姓同学就承认 他管理的一个粉砖就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同盟 这粉砖原本的定位呢 是一韩粉的大本营 后来转为扶植民众党 所以在这次的高雄市长补选当中 粉砖支持的对象是瞄准吴义正 而不是国民党的李梅珍 对这以上的种种爆料指控 挺科粉砖姚文子的日记 也随即澄清表示 我们只是一群喜欢谈论政治的年轻人 没有别的意图也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抒发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而已 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谈到网军一派自信 没想到却被爆料挺科的姚文子的日记 里面有中国籍的成员担任粉砖管理者 除了议员王浩宇 YouTuber鬼才阿水脸书也跟进爆料 鬼才阿水的脸书说挺科粉砖姚文子日记的 主要核心管理员都是非台湾籍 其中一人是在北京上学的中国籍罗姓职业学生 透过网络运作活跃在各大蓝银社团 营造假消息 干预选战 揭入台湾的蓝绿之争 对于鬼才阿水的指控 姚文子的日记成员也澄清 说他们是一群喜欢谈论政治的年轻人 没有别的意图目的 只是抒发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 不过对于自己的国籍却是自自不提 就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保持沉默 民众党四两拨千金网站马上涌入大批网友 同批利用民主反民主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评论的 看来民众党如果还是保持沉默 想要以拖待变 对于他们低迷的民调恐怕又会迎来更大的打击 记者综合报道